大家好,这个单元要跟各位谈一下ring counter 先介绍一下什么叫ring counter ring counter基本上它是一个shifter register 它是移位暂存器 它会这样子 这是一个暂存器的话 它会每一个clock的时候 它会把资料向右这样shift 然后它是circular circular意思就是说 我会把最后的那一个 就是在移送到最前端来 它每一次只有一个free flop是best set 就是每一次只有一个free flop是1 OK 所以假设我们看一下这一个 这个有四个free flop 然后这里是A3 然后一开始假设我的起始值是1000 然后下一个clock的时候 这个是每一个clock上来的时候 它就把1往右传 然后这个A0就会把它送到A3这边来 这里就会送到这里来 然后接下来这个再送到这边来 这样移位 这样移位 然后再把这个送过来 所以最后经过四次之后 它又回到原来的1000的状态 好那这一个shift 这个这个ring counter呢 主要的用意是在干嘛呢 好那我们看一下 假设呢 我们把这个 它的Q呢拿出来做output的话 我们会发现说 当一个clock一起来的时候 假设它是一个negative trigger的话 那么这个T0呢 一开始它是1嘛 对不对 我们说过它从这边一开始是1嘛 下一个clock的时候 它把1呢送到T1这边来 所以变成1在这边有一个puss 然后T2呢 在第三个clock这边有一个puss T3的话在第四个这个有一个puss 所以一个ring counter呢 它用来做什么 它用来产生一些timing signal 就是这几个这种时序讯号 它是用来产生这种时序讯号的 那这时序讯号 你看它都每一个呢 都有差一个clock嘛 那这些东西是用来控制 我们的这个 这个数位电路 我们可以用这几个这种时序讯号 来控制我们的数位电路 这样 OK 所以记得一个概念 就是ring counter呢 主要是用来产生 这个timing signal Timing signal 好那我们刚刚讲了 就是说如果你要产生四个timing signal的话 那你就要用四个shift 就是四个free flop 如果是你用这个ring counter的概念来做的话 你要四个free flop 所以这个是有四个free flop 好那这一个的话呢 我们把它画出来的话 大概是长这两只 这里的t就是这边的q 因为符号我没有特别把它注意一下 就是大家对一下就好了 好 那我们知道说它其实只有四种状态嘛 对不对 那四种状态的话呢 四个states 是不是应该只要两个free flop就好 OK 所以呢事实上呢 我们就可以用一个两个bit的counter来做 可是两个bitcounter来做的话 是不是00 01 10 11 对不对 我们得到的状态是不是这一个 可是我们要的是什么 是不是 这个四个input 四个output 它有四个output 然后每一个output都只能有一个是1 那什么样的东西 具有这种功能呢 就是t0 t1 t2 t3 只能有一个是1呢 那是不是就是decoder 就是解码器 有一个二层式的decoder 它可以呢 把0001 1011呢 把它变成什么呢 转成 这个1000 然后呢 0100 0010 0001 这个就是一个decoder的概念 好 那如果你用这样子来实现的话 就是一个 如果你要产生这个timing signal 产生四个timing signal 你可以用lune counter的方式来实现 你也可以用这个一个 这个一般的这个counter 然后加上decoder来做 那差别是什么呢 就是lune counter的话 它用的free flop比较多 那一般的counter呢 用的free flop比较少 可是呢 它需要一些外部的解码电路 这些组合逻辑 这样才能把我要timing signal产生出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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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